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凯旋 11月15日 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返回浙江州山某军港 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 于15日顺利返回浙江州山某军港 这次任务历时185天 累计航行9万于海里 全程为靠港修正 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 由导弹驱逐舰南京舰 导弹护卫舰扬舟舰 和综合补给舰高油湖舰组成 5月15日从浙江州山某军港截篮起来 任务中 面对全球疫情波折反复的严峻形势 编队稳身应对 立刻艰难 高效完成31批45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 为9艘过往船舶提供安全监控 确保备护船舶航行安全 任务期间 编队坚持护航一路 训练一路 提高一路 积极开展部队基础性训练 护航针对性训练 远海实战化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 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提升